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敬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特拉斯道歉 还有亨特撤销减税方案 以及苏格兰部署独立入欧计划 英国乱局不断 另外 欧洲的能源危机 还没有解除通胀掀起了 各地的示威浪潮 总会说美国继续加息 全球经济难逃衰退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上任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 在星期三会公布 有消息说他们会设立一个督导组 包括了香港各个部门 都会有人进来 来增加香港人才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上任一个多月以来 推出了连美国总统拜登 都批评的迷你预算案的英国首相特拉斯 终于在17号这天再次对他的政策来道歉了 但是他拒绝辞职 在他道歉的同一天 新任财长亨特就把之前的迷你预算案 几乎是全部推翻了 被认为是青商界的预算案推翻 商界都感到很错愕 但是这样看起来市场对于亨特的新的财政方案的部分措施 是感到正面支持的 但是目前英国看起来 明年可能就会陷入衰退 英国在政治动荡当中 经济令人担忧 英国首相特拉斯在17号 再次就迷你预算案引起的风波道歉 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之后承认 上任一个多月以来表现并不完美 走得太远和太快 想对所犯的错误表示歉意 但是他强调自己已经修正错误 在特拉斯郑重道歉的同一天 英国新任财相亨特 被认为撕毁了他们前任承诺的 几乎所有轻商界的减税措施 以求重新平和政府的财政政策 就让英国商界领袖们感到错愕 根据英国财政部发布的细节 亨特取消了多项提案 包括削减股息税 废除非工资单工作规则 重新设立面向海外游客的免增值税购物计划 还有冻结酒精税税率 从而为公共财政可以节省将近60亿英镑 还有他在当中还包括了 无限期搁置削减基本入息税 一个百分点的计划 并且缩减大型能源补助计划 亨特表示政府的能源价格保证 仅仅适用于明年4月之前 之后应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计划 刚刚的亨特是在国会上的一个接受质询 那么亨特实际上在出席国会资讯之前 已经先发表了电视声明 宣布新的税收和开支方案 以求紧急重建政府财政信誉 市场对于它的新的财政计划 虽然只是部分的公布而已 但是反应还是良好的 英国的债息回落英镑也是回稳的 但是有投资银行就指出 英国明年可能会出现 比预期更严重的衰退 高盛认为英国的经济衰退 比预期要多 已经下调英国的经济展望 预计明年会萎缩1% 由于增长势头减弱 金融状况明显收紧 企业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衰退 可能明年的企业税 可能会提高到25% 而企业会因此出现 更严重的衰退 所以他们下调了 英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英镑在这两天回稳了 那么在之前曾经地见1.1以下 在星期一的时候上到了1.1415 不过在星期二下午 又回软到了1.13附近 财相亨特逆转特斯拉政府 之前的迷你预算案 那么在这样的逆转之后 大家就说到底现在实际掌权的是谁 应该是新任财相 而不再是特拉斯了吧 市场对于今任的财相亨特的 这个计划是表示反应的 但是英国金融时报说 这已经是逆转的方案 代表的特拉斯政府已经被架空 保守党议员就说 亨特已经是事实上的首相 金融时报的评认为 亨特已经是实际掌权 来看一下这个标题 英国新财相向减税措施落刀 握大权向是实际的首相 亨特表示 有关有修在修订迷你预算之后 每年可以为政府增加320亿英镑 相当于2800多亿港元的收入 他说没有政府可以控制市场 但是可以就公共财政给予确定性 他强调最新计划会带来信心和稳定性 金融时报说 杰里米亨特才是英国目前真正的化石人吗 说一些保守党议员可能会得出结论 最好假装财政大臣就是真正的首相 看看他们究竟能够走多远 那么他们这个评论也这么说 特拉斯的露面可能会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尽管首相的问答环节 会成为每个星期的血腥运动 可以看到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氛围 评论员认为 不论亨特是不是已经会真正接掌大权 特拉斯的相位似乎是无论如何都不保的 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和由谁结论 接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直有分立之心的苏格兰 现在打算垫立一个托英入欧的部署 苏格兰政府在星期一公布一份 有关独立之后安排的说明文件 阐述如果独立公投通过 苏格兰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 苏格兰的首席大臣斯特金已经誓言 独立之后的苏格兰会在谨慎 分阶段的过渡之后建立自己的央行 并且采用一种新的货币 它的经济蓝图是一系列文件当中的第三份 主要是说明如果脱离跟英格兰长达315年的联合 独立之后的苏格兰会如何运作 有分析之后就认为在各种问题之下 特拉斯可能会成为英国任期最短的首相 星巴德社评这么说 赶走特斯拉斯与否 保守党陷于两难 说目前英国各种乱举当前 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也都誓言说 保守党应该要提前大选 要废掉的不只是已经下台的前任财 像科沃腾而已 现在连首相特拉斯都应该要下台 不只是特拉斯要下台 连保守党都不应该再执政 还有现在一个问题 也就是一旦苏格兰真的独立的话 那么英国接下来的半壁江山 可能又是一团糟 我后来分析 这个现在到底谁掌权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整个来看就是特斯拉加上科沃腾 这么迷你预算一冲击 基本上就把英国的遮羞布都给揭开了 大家仔细一看 原来你减税不对 加税也不对 因为一加税经济等等就下来了 现在还是通胀嘛 也不对 那就是叫做经济其外败序其中 而内部这个不稳定因素 像苏格兰的独立 这个时候斯特金他们就趁势而上 所以还有北岸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这个特斯拉来说 他下一步怎么办 保守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无从得知 现在的情况表面上是亨特他在主导事情 所以他说什么 特拉斯根本没有办法去说了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乖乖地被人训话 说一百位的这个议员排的队要来骂他 骂他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他这么一弄 就把英国的所有的矛盾全部全面地爆发开来 如果说真的要挽救 现在正在按照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 这个英国这个纤维在磨损在老化 假设是购置一个纤维在围基这个大英帝国的话 在老化要围要挽救这个 就是现在进行大选 让人民的名义真正体现出来 到底选谁来领导英国进入下一个 特斯拉自己造了一个风暴 但他没走出来 反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风暴 英国议员骂特拉斯是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可以得名望 另外就是要不要吵特拉斯呢 保守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而英国现在加税不是 减税也不是 总而言之英国的政治经济动荡当中 英国的经济明年是会甩退的 至于在美国方面 总统特拉斯呢 就是总统这个拜登啊 美国的总统拜登 在15号批评特拉斯的迷你预算方案 他说呢 他这个白宫发言就说 拜登不后悔有这样的批评 至于美国自己 拜登认为现在最重要是控制通货膨胀 不担心美国的经济甩退 但是如果从蛛丝马迹看起来 其实企业已经开始为经济放缓 甚至衰退做准备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应该倾听这些声音 比如说 9月份亚洲发放美国的集装箱运输量 连叠两个月 9月份同比减少13% 降到了154万6千多个 那么今年前9个月累计 还有同比增长2% 但是呢 美国经济前述的影响正在波及 品类广泛的运输量 机械类减少13% 电子电机减少15% 玩具和运动用品类的 货柜运输量减少25% 很多的品种都在下降 纽约州制造业调查 10月份的一般商业状况指数 从9月份的负1.5降到负9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萎缩 也低于经济学家先前平均一期的负5 微软计划裁员将近1000人 这是来自于英国一些媒体的报道 说呢 有这样的财员的消息 微软网站显示 他们公司在全球有22.1万米员工 财员1000人也许不算什么 但是代表了经济前景 他们的判断 还有一个这个电动汽车 特斯拉以及串流平台 Netflix等公司 在这个星期会公布财迹报告 这时候正是市场讨论 美国衰退升温的时候 未来一个星期会有大量的财报公布 保洁 奈飞 还有特斯拉的业绩 都受到市场的重点关注 摩根·史丹利的首席执行官高文就说 他们正在研究潜在的财员事宜 这是大型金融机构 预计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 寻找降低成本方法的最新案例 另外一家投行高盛 第三季度的业绩 很快就要出来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高盛会将业务分成三大部门 当中成立来 一直处在亏损状态的 消费金融部门会被分拆 同时各部门管理层会大换位 也就是会看到 各个美国的大型投行 都在为经济衰退做准备 早前摩根·大通的首席 执行官戴蒙已经说 他们为潜在的经济衰退 做好准备 他认为衰退时间 可能在未来六到九个月之内 各大企业确实要 为这样的经济衰退 做好准备 在美国经济要出现放款 甚至衰退风险的时候 还有通胀居高的情况之下 仍然在升温 比如说 美国的博传运费创新高 这使得粮食风险重燃 粮食价格的上涨压力 再次加强 主要是因为 美国用在农产品运输的 博传费用创出了新高 美国农业部6号发的报告显示 从谷物主要集散地 密苏里州 圣路易斯港到新二两港 金密西西比的博传运费 达到每一吨90.45美元 创出有可比数据 03年以后的最高价 在一年里涨到了三倍 这个数字演示了 不管是这个玉米价格 或者是小麦价格 也都是又回到了上涨的区间 有新兴市场支付号 之称的麦普斯认为 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企 联储局可能加息到9厘 他这个看法并不是主流 因为主流的看法是 联储局利率 今年的顶峰 只是接近5厘 但是麦普斯在接受 外天访问的时候说 看不到美国通胀 有回落的迹象 如果通胀升到8% 联储局就要加息到9厘 华尔街日报 对经济学家的最新调查显示 随着美联储 努力降低居高不下的 通胀以及经济萎缩 以及雇主因应这种情况 进行裁员 美国在未来12个月之内 会陷入衰退 多数经济学家也预计 美联储会从明年年底 或2020年初开始降息 一项新的调查也显示 经济学家认为 未来12个月 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是63% 而彭博经济模型 最近预测认为 未来12个月 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00% 这会拖累民主党 在中期选举当中的前景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 应该担忧的是这些问题 我会请你学来分析 其实从拜登 他虽然批评特拉斯的政策 是个错误 但从本质上看 特拉斯和拜登 都是一步人 就是他们是只考虑 自己的选民基础 那么至于他的政策 就是什么外衣效应 都不是他考虑的主要范围 所以最近其实在金融市场里面 有一种主流的声音 说真正让这些政客们负责的是什么 一个是独立的央行 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央行也不独立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金融市场的纪律 让他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所以你看为什么特拉斯认错了 就是连续两次英镑大跌 当然就是英格兰银行 就是英国的央行 还是比较专业 那么到了美国这边的情况 就是什么样的措施 或者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才能让美国的通胀下来 不一定说是联邦的利率 要到九厘以上 而最关键的恐怕只有衰退 而且是一个比较深度的衰退 才能让这个经济过热下来 但对拜登来说 他最怕的就是衰退 因为他呢是号称自己 是关注美国工人的 是关注美国就业的 一旦这个失业率上到某一个数 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在金融市场里边 这些基金也好 这些股市分析师都说 他到某个点他就会下来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确实通胀下不来 不光是过去这十多年的超级量化宽松 他现在需要找回来 更重要就是里边 美国一向去推动脱钩地缘政治 带来的巨大变动 肯定就会让整个这个价格 它在原来的基础上要上升 至少是几个点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这就是 如果说你认识到这一点 那应该好好合作 经济的外溢效应 然后全世界就像2008年底 当时出现金融海啸 全世界G20这个时候成立嘛 共同来对付 但现在拜登不是 他觉得自己还是老大 是美元是我们的创造的 但是呢是我们的货币 是你们的问题 就回到邱吉尔一句话 他就是评论说 大家都特别喜欢 自己本国的工人 但是喜欢他们干什么 喜欢他们老老实实的工作 不是真为他们考虑 谢谢恩辉 下周来关注亲爱的消息 我们到时候见 欢迎接触回到京市财经 关注二十大会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二十大宣读报告时 提及了台湾问题 强调会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努力 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 还有谈到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 在斯坦福大学 回答学生提问的时候说 美国致力于一中政策 没有改变 并且认为这个台湾问题 应该是要和平方式来解决 也担心它还只是 影响到半导体的供应 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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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中香港可以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 香港可以贯彻 并且落实一国两制 起示范作用 那么接下来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星期三会公布 任上第一份市政报告 焦点会是什么 李家超会在星期三 公布第一份市政报告 他说市政报告的 封面颜色选用绿色 代表希望生命力 还有和谐稳定 星期二他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 市政报告将提出 关于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的政策以及措施 包括土地方务问题 以及如何加强香港竞争力等等 他又说 中共二十大报告 对于一国两制事件 做出的精辟论述 是推动香港发展的定海神针 二十大报告和会议内容 使我想起总书记 在香港七一发表的重要讲话 当中对香港提出 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 这个成为特区政府 施政的大方向 大蓝图 我亦都会在 市政报告里面 提出关于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政策和措施 包括在土地房屋的问题 以及如何增强香港的竞争力等等 在市政报告公布之前两天 多家媒体以及引述消息人士说 这次市政报告会设立一个督导组 而且是统筹很多部门的督导组 来专门吸引人才 抢海外人才 为这个部分会设立一个办公室 也有报告说 这个报告当中会谈到的 就是关于设家族办公室 主要是抢这些财富高禁止人士 到香港来 因为新加坡这方面的竞争力 正在增强 明报的社评这么说 配合中国式现代化 香港第一要务就是做好自己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是报告所强调的历史任务 香港并非没有角色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既然香港已经进入了 由乱导致走向由致极性的新阶段 特殊政府就必须要提升管制水平 破解深层次矛盾 干出成绩 从而发挥示范作用 现在全球关注的就是 在欧洲方面面对能源高级的问题 而且欧洲很多国家 尤其是法国和德国 这两个大型的国家 他们面对高通胀之下 示威层出不穷 这个话题我们这一个星期来 都在关注 但是这个问题 对于欧洲的影响究竟会是什么 还有欧洲现在打算 在明年开始为天然气设定 一个价格的上限行不行得通 我们会做整体的分析 继续来深度点评 我们看英国这一边 它现在这个斗争 是体现在英国保守党的内部 到底谁来当首相 然后谁掌握实权 但是这个肯定一时半火 就止不下来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 就还是一场大选 但是由于特拉斯和科沃腾两个人的这么一种突袭式的所谓的增长方案 已经可以说是动摇了英国的国本 就是把原来已经被摁住的苏格兰的独立问题 乃至北爱尔兰以后的独立问题 都给提前全部揭开了 但这里边重心就是人民对于未来的 比如说通胀 经济增长 是不是满意 特别是在苏格兰那边 他的选民 因为以前公投 他还是支持整个大英 WDN还是维持在一起的 如果说他们觉得投奔了欧盟是一条更好的道路 而不是留在英镑这个体系里边 那就意味着英国是分裂了 这就是马丁沃尔夫他在金融时报写文章说的 英国这些政客们乃至英国人民 应该要从脱欧以后的高烧当中去醒过来了 醒过来是个什么措施 什么路径谁也不清楚 好 我们再回到欧洲大陆这一边 就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像意大利那边已经是新的要上台了 瑞典是已经就职了 新的右翼的首相就职了 他当时选的时候我们看到 在这个新的政府当中是极右翼是第一大党 不过极右翼很克制 他们没有去要求什么位置 而是一个温和党 他是相对温和的右翼 他在掌管政权 但是瑞典的整个是往右走的 意大利 梅洛黎是要上台了 他要做什么现在谁也不清楚 所以欧盟能不能够压得住就很重要取决于 在这个冬天大家都感受到能源价格很高 企业感受到了 但是各国政府都努力补贴 让居民感受到不是那么高 所以这个时候欧盟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有魄力的事情 他们原来做了很多事情去打俄罗斯 那些是看起来很有魄力 但是解决不了欧盟的实际问题 现在的实际问题就是高气价怎么办 所以现在欧盟就酝酿 说要是一个动态的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机制 那自然就会问到一个核心问题 现在谁给欧盟提供的天然气最多 液化天然气最多 谁在从中大赚其钱 大发其财 就是美国那边 你敢不敢做 你不敢做的时候 马上矛盾就在你内部 像法国就是这样 法国本身 它的通胀在欧洲 欧盟国家应该说压力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的主要是核电来发电 而且法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 它又是大量的国有企业 它能够顶一阵 马克龙又是刚刚胜选上来的 而它和美国的这种依附程度 也不如英国 不如像冯德莱恩 还有贝尔伯克 他们这些人身 所以它有一定的自主性 但是法国老百姓也是比较浪漫的 跟意大利一样 就喜欢罢工 所以这就突然出现了 突于其来的 因为没有汽油 为什么没有汽油 这个工会说 在整个这个能源危机过程当中 你们资本家赚的钱太多 我们要涨10%的工资 为什么 因为通胀很高 那你不满足我就罢工 所以现在欧洲呢 应该说过去两代人的好生活 好日子也接近到头了 下一步怎么办 是考验一些政治家的时候 谢谢欧辉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